2020年2月11日下午3点半 逃标韩人节目歧视3分钟 星期四多谢总理礼拜年提建议三个股票 那天纯口说而已 没有给指示位来 当然我们新播买了那些股票 腾讯今天做得不错 腾讯现在有2.2% 腾讯有什么好处呢?重手可以 买了很多 另外三股花公昨天有5.5% 今天有少少回套 倒下来1.8% 另外一只荔枢之药 这只输了大概4% 我基本上除了腾讯之外 那两只我都剪了 好了今天刚刚剪了荔枢 那些是小猪 买了大都买不到 不走就走 三股舔了少少就走 不打个祸 两只加码其实真是 纯独赢了腾讯 当然腾讯 我买正股而已 买了牛证买了call 今天有爆炸力 买了十倍都升两成 好了 讲一下大事之前先买广告 阿岳如通知了我 这个月的17号 下星期一 我们这个图标学人节目的 KC三分钟 原来是由去年十月之 现在都做了几个月 将会图标学人 在下星期一开始 欢迎支持MYHK的朋友 就subscribe 打电话39558673 39558673 跟他们同事 就赶低就subscribe 价钱方面就是 每个月就照舊没变的 就488元 那这个节目形式 就会 类似现在图标 即现在我们这三分钟的形式 因为未必日日可以 回去studio录影 都是用这种短打形式 在图标学人的Facebook 现在就会在MYHK 裁建台的Facebook 基本上 人都可以看到的 到时就会去回 在图标学人的Facebook 那个Facebook的会员 就必须要付费才能看到 到时这边的 裁建台的Facebook 就会将一些过了的 录影就会放上去 就不会丢屋的 什么都没有 当然除了Facebook之外 都会有一些 是一小时的节目 那些都会在YouTube 那里放上去 就是会在我们 拍完之后 就会在 这个图标行的Facebook 里放出来 或者在MYHK的网页里面 那个节目里面看回 那种形式又会有另一种改变 除了以前的节目的形式 一小时的节目的形式 就会加多最近这三个月 用这种短打的形式 一个混合体 这样的形式出现 希望可以更新一些 不用一个星期才做一集节目 变成一些如果是付费会员的话 就可以贴一点个市 好了 回到大市了 大市恒指 昨天前日 前星期五和星期一 今天星期二 两天的低位都是27,200 就是由先前的最早的通道 我刚才放了一幅图 上去Facebook 那你也看到 这个MHK网页台Facebook 那里面你也看到 首先 那个通道跌穿了 20,20坡刷铲下去 27,000 那平行通道不穿 咬了上来 又上去27,000楼上 那这个就将会由一个 阻力变成堂 这条线 如果以最近这几天发生的 对于27,000点的反应 这条线应该说得没错 就是用时间来证明到 这条线应该是对的 那些线的 拿哪一点来拉这条线 都是重要的 好了 也都这么说了 应该上个星期自从转身之后 我都强调过 老虎等他 调副会计之后 出现这个调整 就买了一些证股 所以你看到我 为什么买回腾讯 这麽巨型大质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意思了 趁他调整买 这次也证明到也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这两天 即是星期五和星期一 趁这个痕子调整到来 买回一些证股 或者买回一些 就算买回一些痕子 那你今天升了370点 现在做27,600的话 那都还要 起码400点过来 对不对 证股不用多说了 接下来的后响 刚才我写了一幅图 值得大家看一下 下面有一个工具 其实这个工具很普通 用过无数次 不过简单的东西 Sometimes it's simple, it's beautiful 那就是MACD MACD对上我打个圈 你可以看到 对上五、六次在低位 叫做低位 我们常常找这些市场的转向 都一定在低位 下面越低越好 Crossing就会是一个Signal 那对对 今天就开始碰到 那你知道碰到都可以是碰到 咬下去 那可以给了耐性 等到明天 那如果再Cross的话 我先前已经有四个Cross了 那今次是第五个 那你信不信就由得来 那当然我的信手技术分析 那信号入 也都信信号出 那如果MACD是出现这个信号的话 我也觉得值得抵博的 因为现在算你买的话 用27,000点 或者27,200这些位置 去做一个指示的 我相信都是进可攻退可守的 所以先前 说看得很淡很淡很淡 我强调过了 那已经过去了 不提的了 除非你说 出份记者大阴烛 插穿27,000点 那到时才再算了 你也知道 我们永远要跟市场走 市场走 我们跟市场走 我们又不能闹罵 我们又不需要 坚持一种看法 去到最后 因为你见到市场 基本上是又上又下 又上又下 你这次拿着杯子的话 那就好像 除了鑛美股 我相信 从我四年前做节目 第一集到现在 我都没有变过 因为那是一个十年的 但升浪都不一样,但港股不是这样 升高又低,333,333,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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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356 摆明是摔来摔上摔下,所以它与美股有很大的分别 美股是一个大周期的单边升线 所以你要判断产品的nature是很重要的 好了,今天节目是这样